一样请各位再新增一个module module名称也许我这边取名叫db底线slate好了 slate主要就是把资料查出来 那怎么查我先去秀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那里面的话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结果就是把刚刚的资料库 当然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是一模一样 跟SQLite Data Bros.一模一样 只是说呢我们没有经过这个程式 也就是不用如果不开SQLite Bros.也是可以把资料全部查回来 那可是查的方法怎么查 首先第一个关键的语法就是在这个叫slate 信号的话是所有的栏位 OK比如说两栏就两栏 如果三栏就三栏一起推 front table03 OK其实就这一句话而已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些把它写出来的话 这地方该怎么做 基本上的话大概可能会注意几件几个地方要注意 也许这个程式怎么写 我们从没有开始好了 其实我讲过了 以后那个范本很重要 第一个开头这三行都一模一样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这三行 OK那第二个我要下一个SQL预防 所以呢我需要那个其实就这一行也可以啦 就是建立之或者是底下音色音度也可以 这一行把它copy一下 我如果要下一个SQL以法就是我这个地方先delete掉 就是一个字串 那个字串意思说我要刚刚是建资料表 那如果我不要建议我不要换一个我要做什么的我要查资料 那查资料的话就是slate 信号 特别除了这个可能要稍微最好是能记 能记下来是最好 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至少你要找的地方可以call call那个范本 反正云端上我有 那再来的话就是execute他 他就知道了 OK那这样的话资料库就会帮你查出来 可是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跟刚刚不一样 因为你查完之后呢 insert into就把它写进去 但是查是要查回来 回来那你要接啊 所以你跟他讲说我要那所有的资料 可是你却没有给他一个地方放 那他就没地 他就是就不知道放哪里 所以特别注意啊这边可能要改一下 你可以把科室这个物件名称 再拉到前面去 假设了我们的那个产生的那个 就是丢回来的资料呢 我一样叫科舍好了 或者你叫别的名称也可以啦 你叫C也可以啦 反正我习惯叫科舍啊 意思就是说呢 我查完的结果 那请你帮我丢到这个科舍里面 那他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啊 就是帮你丢回来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的话就是底下这些东西 一个一个的资料 OK那他帮你放到这里面来 其实就长长这样子 但是特别注意啊不包含什么呢 上面的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你要另外写啊 OK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他就查回来了OK 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 把那里面的资料 逐行逐行的输出 所以这边的话可能会需要一个负回圈 负回圈的话呢 跟他讲说把里面所有的东西帮我抓出来 那他是一个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table 一个虚拟的table 那所以呢一列一列的抓的话 一列就是一个row 我变数名称叫row好了 for row in 其实这个for row意思是说for each row 每一个row在哪里呢 在那个壳子里面的所有的列 帮我怎么样 帮我把它抓出来 一列一列 我要做什么呢 帮我print出去 所以printer OK 那printer的话呢 特别注意它有两栏 所以这个row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如果你要抓第一栏的话 你就跟他讲说 中瓜糊里面的 其实抓回来就一个串列 里面放两栏 那地零栏跟什么呢 中间串切 一个什么呢 一个豆点好了 或者一个table 我这边是一个table 那我就用反斜线T 是table 然后呢 在后面的话 这个是第一栏 从零开始 这个的话呢 就第二栏 但是特别注意啊 因为我们刚刚 insert into的时候 这边是integer 所以呢 如果你要输出的话 记得怎么样 这边要把它转型 因为它里面是integer 是一个整数 所以呢 如果你要输出的话 一定要自串 才能串自串 OK 这前面有讲过了 最早 然后呢 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上 就可以把 那个里面的表格东西 把它读出来 那把它直接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读出来了 但是缺什么呢 缺上面的栏位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 我刚刚有多做了一件事 就是上面为了完整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在上面加上一个什么呢 栏位名称 所以第一栏也就是Lumber 然后串接一个T 反斜线T是那个定位点 然后再串我的电话号码 TL OK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里面的这个栏位 加在前面 我们试一下好了 反斜线T 那这样应该我看 OK 没问题 它还是可以辨识 虽然它放在里面 但是它还是知道 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反斜线T 一个定位点的意思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资料就把它全部带出来了 不过未来 当然如果说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希望做一些变化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在后面这边 加一个会友的叙述 会友有点像Excel里面的筛选 筛选什么呢 比如说哪一栏 比如说我要抓什么呢 抓那个Lumber这一栏好了 它的编号 比如说我想要抓那个 编号里面是5的 其他不要输出的话 那你会发现 你就会有哪个栏位 比对方式是哪一个 那我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输出会抓到几个呢 抓到5号的 有没有 就只有5号 这有点像你们如果 去买东西刷条码不是 刷条码是刷什么 刷它的key嘛 那那个key就一刷 马上就把那个东西 相关的资料带出来了 其实就是类似这种概念 一刷条码就是下一个SQL SQL 后面条件就是 B一下的那个 它的那个商品的编号 然后就把相关的讯息 帮你调过来 比如说这个东西多少钱 你现在有办法结账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slate的部分 查询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查询 OK 那其实资料库 里面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就是新增跟查询 删除跟修改 我觉得是比较其次 当然用到的几率 一定还是没有像那个 新增跟 那个查询来得多 因为一般都是 新增资料嘛 然后查询资料 新增资料 查询资料 会比较多 但是呢 偶尔也会遇到 就是我如果要把 这些记录给删掉 那你要怎么去把 那个资料给删除 常会遇到像什么 你去买购物车 比如说你买东西 那如果说你不想买了 你可以把那一笔记录删掉 或者你如果买错数量的话 你本来要买一个 你要买两个 你可以update它 更新 所以其实 类似这种用途 在资料库里面 用的非常普遍 所以如果你能够熟记 这四大的主要指令的话 其实我想一般性的需求 一般性的应用 大概也足够了 其实说真的 像一般坊间的书籍 那个里面写了 洋洋沙滩一大堆 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 你如果当开始学习 你也不用花那么多 我是觉得啦 因为真的你全部读完之后 你还是不会用 最重要的是 掌握那个比较重要的 先拿来用 之后如果你已经会用了 但是你还觉得不足够 你再去翻 再去学 我觉得会比较 慢慢可以进入状况 或者如果你把那书本 整个都全部翻烂了 你还是不会用 因为这是 这是我以前的心得 因为其实我也蛮认真的 我也蛮用功的 我把书全部读完 但是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用 反而不会用 为什么 因为书里面讲的方法太多种 因为你要写入资料库里面 的资料 他至少举了十种方法 但是他却不告诉你说 哪一种方法最好用 那我为什么最后知道 最后发现 真的我快疯掉了 我学那么多 我反而是障碍 后来我发现把那些东西都通通丢一边之后 发现用ZEQOEVA 好像是最简单的 后来我不管是开发任何东西 我就用这一招 从最早Windows到网页设计 什么ASP ASP Datnet PHP JSP 任何的 或者手机的设计 其实都用同一套 就足够了 你看好像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我看是都一样的东西 哪怕是VBA里面的那个ADO 也是一样的方法 也是用ZEQO语法 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一样 但实际上我是觉得都一样的东西 因为用来用去都是这四个重要的指令 只是说用的物件稍有不一样 名称改一下而已 但实际上内在的东西都一样 换汤不换药 换一下 让你感觉是不一样的东西 但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尽量还是要能够出类旁通 尽量还是 就是 不要一直都在学新的 我觉得很多东西看起来是新的 但其实它的本质是有一定的相似度 那你主要是要把他可能是新的地方抓出来就好了 OK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把 所以新增OK了 查询OK了 再来的话就是删除跟修改 如果也OK的话 那其实大概就可以这样用了 你说这几个拿来做一个简单的进销唇系统 真的也够了 OK 而且都绰绰有余了 以前都这样用 用来用去 其实说真的不要太复杂 很多系统其实这样就够了 反而我发现 真的一个好的系统是 逻辑越简单越好 千万不要写的太复杂 有的人是 很爱钻牛角尖 本来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在那边一直弄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后来发现其实 根本不用绕来绕去 这边本来就一条直直的路 你不走 你绕圈圈干嘛 不过这个有时候其实也是要 花一点时间去思考 然后先要熟悉这些语言之后 你再去做 你会可能会做出 会是很符合那种 使用的那种 使用者经验的那种系统 而且也比较稳定 另外城市越简单越好 越好维护 他也不容易出错 多好 OK 好那另外的话 其实你们慢慢也可以想一想 以后你也可以建出自己的查询系统 因为你只要资料库 放在资料库 都可以拿来做查询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查什么 比如老板要什么资料 你如果查询系统 查一下 马上就有答案了 他要什么报表 查一下 就有答案了 不过前提就是你要先把资料库建好 OK 好那试一下 有关那个slide的部分 我不能 特别担心